字幕 longe誠 哈囉, 什麼朋友又回來了 謙 dites 千瓟馬鈍指數來 現在再講講股選膽 大家的預算 那些折述第一ps是先講九龍東 先說一下邦邦,邦邦不在,邦邦不在,邦邦要翻開 邦邦的選擇呢? 先說一下,其實我們已經深入簡介了一次 基本上我們四個人,邦,Otus,阿倫和我 已經列出一個名單 基本上有三個人,我們四人都沒有原念 是,是我們沒有原念,結果也有原念 那我不要理了,建制派不用想 一定可以搞定 民建聯的柯創勝,工聯會的王國健 我們都覺得他們這兩個建制派的配票極高 一個選舉最後的結果,一個估計說 什麼勝算極高,機會均等,機會較低 配票應該沒什麼問題 雖然在滾動民調時,好像也不太好 有些滾上滾下,甚至柯創勝是跌出過的 但也不可能 都不要緊,我們四個人不信不信 所以民調也是撐效而已 另外一個沒有原料,就是公民黨的非機師譚文豪 我們都覺得在梁家傑加持之下,應該也沒問題 過太避免 這個真的可以做到碩片交牌 最大爭議就在第四席和第五席裡面 首先我們有三個人選民主黨的胡志偉 謝偉俊也有三個人選擇他的法律超人 熱血公民的傳媒大亨黃楊達也有兩個人選擇他 先說一下龍兄 龍兄,只有你一個沒有選胡志偉 只有我一個人沒有選胡志偉 只有你一個沒有選胡志偉 真的在吃自製木康布 怎麼說呢 真的很多人出來戒票 這麼戒票?特別多 胡志偉表現平平 有這個民主派殺手 公民黨 不是正是公民 真正是民主派殺手 我從頭到尾永遠都是公民黨 是不是又回到十年? 兩家月能入到的 唉,真的沒有問題 這個公民黨而已 所以我覺得難搞 不過這樣 這個最後的決定 有可能九月三號晚 十二點前的改變 即十點半人來投票結束前 還可以 還可以 還沒投票之前 還沒數票之前 九月四號就封盤了 一投票就封盤了 九月四號十二點鐘就正式封盤 OK 是的,正式封盤了 正式封盤了 正式封盤了 我覺得這個滾龍民調條 是低估黃洋達的 嗯 那 那 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你越在民調 那裏 即是民調長期高 高距大 頭幾位 就多數沒有脫掉 在邊緣的徘徊 或者長期可以穩佔一直 但又不算太高那些 你那班選民的 真的會調以輕心 會不出來投票 在邊緣 可以不可以呢 你那班擁盤 真的怕你不可以的時候 就會衝出來投票 記住幾位投票 甚至是棄補 棄補 一個勝算高的候選人 來補你 嗯 那 為什麼我選了謝偉俊呢 謝偉俊就是 始終我相信他有西環祝福 嗯 西環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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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就是這樣了 其他都沒有特別 我創成譚文豪 黃無怨念 無無怨念 我創成 我告訴他 是比勒勤大學 還是什麼 總之文建聯排頭 總之文建聯排頭 一定可以 對 還有他一條隊 多一條隊 可能會死他 一條隊就不會死 九東正常都是很正常的局面 正常以前都是 建制票倉 建制的票倉是對的 甚至乎 你說到二十年前 司徒華年代 二對二的 是 嫻姐 重鑑林 司徒華 李華明 04年代 過了給鄭大班 慢慢去 轉型了 為公民黨 甚至乎 4比5的時候 民主黨 會有回一隻 那隻 但今次 我都很認同 Otis所說的一件事 胡志偉今次 都是幾危 雖然我有貼他 當然 總監也說 有得走盤 有得轉型 有得轉型 那我都說一下 胡志偉 Otis走盤 可能走回民主黨 你走盤不能走 不知 不知 不過我都要說一下 不如不走 不要緊的 有上次的經歷 說回今次十二張名單 胡志偉是有點危 因為今年 今屆多了工黨出來參選 是嗎?誰? 胡瑞山 吹喵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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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黃楊大哥哥 沒有市場 我可以假裝他 沒印象 胡志偉今次是什麼呢 工黨主席 都是80後來的 但我看他都不像 他都幾乎40歐 是40多歐 那些人 是80後來的 原來都是跟李翔的老婆做事 是啊 工黨的出現 雖然暫時 暫時 我們也不太相信民調 暫時仍然都是 2-3-2-3% 但是胡遂山因為他打著公任牌頭 是會戒走部分民主黨的票 甚至民主黨胡志偉以為自己長期高居 他無色無色可能被人欺走一千多萬都不奇怪 因為根據上年民主黨的選票 是有四萬三千七百票 如果胡遂山一出來 根本是有部分票員一定是重疊了 就算胡遂山最後當選不到 他拿你一萬幾千 好像以前譚香文都戒走你 陶君恒、黃陽達那些一千幾百的 分分鐘令胡志偉落馬都不奇怪 相對來說 石偉晉四年前有東九龍的莊腳 即西環不祝福他 配了莊腳給他 但今次是否掛東九龍建制區議會的牌頭遞選 我覺得雖然號召力會低了些 但仍然保得住他 因為始終他這四年 雖然經常被人說新環契仔西環契仔 但他真的做得好 新環契仔是金七招牌 但你別說他真的做得好 你不能說 他建制中是打得又抽得的人 但上次的脫漏一翼 他有什麼信用WhatsApp 是呀 你提醒了我 不過繼續說 剩下為何我沒有貼謝偉晉 我沒有貼謝偉晉 有貼謝偉晉 你沒有貼 你貼胡志偉 而不貼這個 我貼黃陽達 但多數都是胡志偉晉 或是二死一 但為何說 黃陽達大亨會入圍 都是很簡單 低估 一定是低估了 甚至乎 他很偏僻 很穩守六 但你試機看看 最後一個星期 風起雲湧那一刻 分分鐘不出奇 黃陽達涉及一直都不出奇 甚至乎 他四年前 你當是一個素人 去九龍東 但這次四年後 不是再是素人 大家都知道 他是甚麼水 他有一定的知名度 我覺得 是會有機會 可以守回那三百六千六百票 即是他上次 舒比亞就是偉晉 一千九票 更何況 我說黃陽達會當選 還有一個原因 就是因為陶軍行不在 黃界兩票 雖則都有 譚多節 還有九龍新動力 東九龍班主組 東九龍社區班主組 陳雜韜 陳雜韜 我為何這樣說 真的講港獨 真的講港獨 陳雜韜 當然每天簽了 才說港獨 去屆就是陶軍行 始終陶軍行的號召 一定比快必和陳雜韜 快必上得很厲害 是嗎 先說一下 上屆陶軍行拿了二萬七票 譚香文仍然在 五千多票 五千多票 譚香文仍拿五千四票 今次都差不多了 都差不多了 我撇除了這個因素 如果黃陽達再加圖 加上 應該是有六萬三千票 就當他六萬三票 過謝委診 如果六萬三票 我當他們兩個政治都不一樣 即政治那個 光譜不一樣 票員沒有重疊 是的 雖然說票員沒有重疊 但有些人都會拿 譚德智和黃陽達 黃陽達 黃陽達 加起來 雖然阿土是不喜歡 譚德智 甚至阿土叫做 endorsed了飛機號 射落海也不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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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都算了 我不管他什麼私怨 如果六萬三票 黃陽達和譚德智 加上陳宅韜 進來街了 但陳宅韜始終沒有人吃 那我覺得他也是 像譚香文的五千票 即扣回六萬三票 減五千票 當是這樣算 死數這樣算 五萬八 五萬八 如果譚德智 最大的問題就是 去空降 去空降下來 他明明在新西做得好 又空降到這裡 不過還未到新西之前 他就去港島區 斬樹 追擊 追擊 不是追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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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轉來轉去 大哥 你略來東九龍 有多久 頂到他就告訴他 四五個月 沒用的 認識你是老鼠 不然認識他 擺邊 擺邊 但是 你和黃陽達比 政治級數差一點 雖然譚德智 在選舉論壇上表現得不錯 沒有 我創成那一刻 和招呼謝偉俊 都幾個人 不過 譚德智還剩下五萬八票 譚德智 我給他 拿譚香文的三倍 一萬五票 四萬三 我給陳德韜三千美數 給你 如果黃陽達四萬票 如果民主黨胡志偉 被胡瑞珊戒了一萬票 此消彼獎 他就很高 胡志偉 我覺得胡瑞珊戒不了一萬票 戒不了一萬票 我也戒不了一萬票 但是工黨政府主席在那裡 那個莊吉都是副主席 始終我覺得工黨這些經驗 阿智水生 什麼 趙士信 副主席 我始終就是工黨 都是認政治明星 認李卓人 認何秀蘭 會認你這些 所謂第二梯女 但是我會覺得 如果以工黨資源去放下去 他怎樣都要試 我不知道為什麼 試的要試的 我又不反對 反正人分 人人已經也不養睡 但是我肯定跟你說 胡志偉一定是被工黨的胡瑞珊戒了一定的選票 令到他高票落選 行行行行行 你已經做了很多次了 這個是卵仔的 雖然我跟他說 我沒有貼謝偉俊 但是我最後翻盤 講一下講一下 有機會 是棄胡志偉保謝偉俊 怎麼搞的 最後結論怎樣 關什麼事 遲些再說也行 沒錯 你們整天都是這樣改的 集體跳船都沒試過 你們 你翻金的人 好 接著到JohnJohn呢 我答應是 民主黨一定基本盤 這是一定的 至少有一批人還未死 還健在 未來這幾十年 應該民主黨的 因為智智者沒有按摩路撞 至少未來這10-20 年 如果民主黨沒大准的話 這個帝國就會慢慢衰落 這個團體 每一步衰落 同賈珠說 我們漸漸淘汰 你60千萬票 到現在只剩24萬票 你有沒有廉恥啊? 我迷雲 因為他不像那些 一時政治風氣飆出來的政黨 有部份選民是認同的 這些不會因為一時政治風氣轉陀 而整個黨沒有人民力 一個政治風氣一過 整個黨在下一屆選舉全部消失了 所以為何你會見到這些激進派 在區議會全部失利 所以我對民主黨仍然會放護照 為何我放謝偉俊而不放和洋達呢 我仍然深信去年歷史會重演 去年是陶軍恆大戰和洋達 兩位票勢通過謝偉俊 但是因為兩個狐片 就會被一張倒進去 今年和洋達要大戰 首先和洋達和快逼的兩位票勢 已經完全分開了 今年和去年不同 去年還可以叫一舊 現在被了坐航看計 今年兩位都完全分開了 我猜 因為去年和洋達那批 有部份是人力支持者 其實教主經常說 經常打飛機說三萬六千六百票 所以那三萬票未必 真的 未全部是熱血公民的人 那二萬票 有他有新支持者 熱血少年軍 數過的樂器 總之是 那二萬票阿土一定不會過 對 那時已經衝出來借他的票 所以我猜那三萬票會再走這票 走一點給譚德志 真的會走一點給譚德志 走一點 譚德志一定不會選到的 是會弄死和洋達 到他排第六 其實九龍東 我們在咪前也說過 我也提出了 九龍東是一個數字遊戲 這次是計數字 不是計人 再加上陳達都影響不到 也影響不到和洋達 但可能都會計 總之我對我來說 就是看他被人戒走多少票 走的票 剩下的票會不會比謝偉俊 最後第五就是謝偉俊和他的真真點 不過我補充一點 我也沒有跟網友說 也要注意到新生選民 新生的後生選民 究竟他的投票意是怎樣的 但比例真的差很遠 現在比較多 這是老化區 這是真的 如果你上去秀貿平 順利 甚至彩虹彩運 平石那些都是很老化的 我撥了給你 那裡只有幾千 所以 莊藏的選擇就是 沒有黃楊達 有胡志偉 是很保守的 估計 三個建制派 加兩個全方圓 即是版圖和上年一樣 和上年一樣 黃楊達是被戒死了 會被戒死 即是你會被快必戒死 你覺得歷史重演 歷史重演 我的名中 名中 不過我會很關心 始終又不會變色 現在黃楊達是有個知名度 即我和你爭論的位置就是這個位置 這個色是有正確和負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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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責 很簡單的選區 嘩 這裡有兩個 也有三個人 因為我們始終圍繞著 都是那六個人說 對 你不像下一節說的新東選區 嘩 第二張 但第二張 邊線分子 加起來也有十五六個機會當選 對 我們下節再說 說一說十五張名單 不好意思 我說吧 十五張名單 稍等一會 好 好 好 他未錄到 來啦 來啦 我正在來 稍等 我們恆禮寓議 買 我們都要重提說 都是恆禮寓議 九龍東候選名單 包括一號的公聯會王國傑名單 二號公道的二仔三名單 三號愛港之星高達賓名單 四號前洩 原來他也是掛了前線排球 我還以為他是獨立 誰啊 前洩的譚香文名單 五號的創技力量 其實他沒有申報自己叫創技力量 謝偉俊名單 六號民建聯安創成名單 七號呂永基獨立的 八號民主黨胡志偉名單 九號公民黨譚文豪名單 十號熱血公民王陽達名單 十一號東九龍社區關注的陳澤都名單 和十二號人民力量的譚德哲名單 好 十二張 好 OK 好 下次再說 新東 環球思維 香港本位 中港台